我們看到今天很奇怪 其實昨天就很奇怪 我跟你講我想了一天 我還是不懂蔡守信什麼意思 講實話了 開庭開了三天 對不對 突然說我們現在來 來來來來平 平意看看要不要把陳前妹給放了 還是要繼續積壓 那你就平嘛 平到底嘛 然後就說我們 3月4號再說 那 如果你 不要看今天的發展 如果昨天那樣 如果你到最後呢 是把陳前妹給放了 我覺得蔡守信耍弄我們全民 如果沒有把陳前妹放了 我就是耍弄陳前妹 陳前妹一定這幾天 想我可能被放可能被放 那是虐待他你知道嗎 那是那個精神虐待 所以蔡守信的這個很奇怪 就是你到底要做什麼 我不懂 也許他有更高明的想法 也許我們智慧不夠 那今天呢 高等法院也很絕了 說啊 撤銷這個 激壓陳前妹蔡守信的裁定 大家如果回在想 以前是周戰春嘛 要把陳前妹給放了嘛 所以特徵檢察官就不服氣嘛 就抗告嘛 抗告的高等法院就說 這個你為什麼把給放了呢 這個理由都不充分啊 所以呢 而且又換了法官了對不對 合併什麼後案 病前案 所以換了蔡守信 蔡守信就把他壓起來了 壓起來了 陳前妹的律師又不服氣又抗告 抗告呢 高院又說 蔡守信裁定壓陳前妹 這理由不夠充分 不夠充分的呢 有幾個我們來看看喔 其實很多點啦 篡政 蔡守信說 陳水扁會篡政 那 法官就 高等法院認為說 頗有疑義 這個頗有疑義 怎麼會篡政呢 他當然講了很多啦 我不一個一個講了 但是就說呢 這個是有問題的 你蔡守信說 陳水扁會篡政 這有問題 重罪 重罪呢 斯高德法院說 你怎麼有 你怎麼有什麼理由 說他一定是重罪呢 你怎麼知道他一定重罪呢 你有什麼這個 忌諱敏理由啊 等等等等 那怎麼是重罪呢 那 所有犯罪嫌疑 他又說呢 這個 對於 見證裡面的 這些人的 陳水扁的犯罪嫌疑 並未為任何 具體之說明 自有裁判不被理由之嫌 這很嚴重 說你這個理由不夠啊 等等等等 然後呢 犯罪嫌疑講了好幾個 都認為說有問題 逃亡 說呢 蔡守信僅以 這個陳水扁承認總統八年 將資金轉匯至海外 尚有未扣得之巨額資產等 單純之事實 就推論陳水扁有逃亡之餘 理由尚有不足 這個否則的話 人家是不服的 你再提多一點這個理由來 以招則服 哇 那這個看 所以陳水扁的律師 曾文龍說今天去跟陳水扁講 陳水扁高興啊 興奮啊 神偉你怎麼看 到底這個 是從蔡守信到高院 那到底怎麼回事 地院出了一個州戰村 又來一個蔡守信 顯然是180度 高院有前面的這個駁回 又有今天的駁回 那理由又完全不同 那強大百姓覺得說 那我們的法院在幹什麼 到了法院要燒香拜佛 遇到這個法官這樣判決 遇到那個法官這樣判決 雖然你說有什麼二審三審 那萬一二審三審都碰到同樣法官 一審碰到周戰村 高院再碰到這個法官 那不誰沒就放了嗎 你這個就是有一點看不開 趙老大 不是看不開 我是替整個司法制度 你必須承認 你一向口才便捷 但是我剛剛聽你到 為我們解釋這個時候 你是有一點點不好意思 你是有一點結結巴巴 不是不是 因為寫得汗 不然我不是在罵你 我今天下午在念這個時候 我都說 不是 我說我的腦筋打結 我的腦筋打結 你知道嗎 很難念 那個文字很拗口 真的很難念 但是我認為 他的意思 如果你把上面高院的裁定文 把它蓋起來 它有周戰村的味道 高院的周戰村 對對對 而且你甚至覺得說 周戰村沒有掉到高院去 而且這個也很像 阿伯的律師寫的 而且寫得比鄭文農 他們都好 所以阿伯如果他們去當律師 阿伯應該改拼他們才對 所以你這裡的通告裡頭 你說這個好像 這是同一個高層法院嗎 對不對 我覺得 就算同一個庭 不同的法官 對同一個案子 都有可能南原北側的看法 這就是當年 我本來想念法律系 我家裡都不願意 我現在六十七十年以後 我就覺得我沒有去念是對的 為什麼呢 你看我們醫生 如果說你進來要開盲腸 盲腸中不會是在左邊吧 一定在右邊 但是這個法學 這個社會科學 就好像我們年輕的時候 參加辯論比賽 大概唐湘龍最厲害了 那我們就分一個議題 正負對不對 一回合以後 正負對調 再變一次 那厲害的人 大概唐湘龍就說 怎麼變都可以 正也贏 負也贏對不對 所以法律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也 我們要看開一點 我認為阿扁還是不會放 因為他是舉幾個例子而已嘛 那他沒有舉那些 罪證確鑿的那些都 都沒舉啊 不過這是給蔡法官 一個非常刁難 蔡法官要更仔細 下次要寫的時候 要寫得更精確 我覺得這也好 反正我們全民 都為了這個案子 再進行一場 這個司法教育嘛 但是我覺得 我們必須借這個節目 給很多焦慮的人 叫他們安心 這個抓狂 我覺得今天很多人抓狂 所以今天 我不曉得是有意還是無意 這個電子媒體 平民媒體 處理的版面 都非常小 都非常小 我覺得他們是心腸好 怕狂全國氣笑 這個事情是蠻重要的 不過當然抓狂 大家抓狂 其實大家都抓狂 想要陳水扁關了也抓狂 想要陳水扁放了也抓狂 陳水扁自己也抓狂 現在蔡法官搞不好也抓狂了 那麼高等法院這樣 給他採理他怎麼辦 這是一個 陳水扁這個案子 它只是一個個案 只是讓我們想到我們的司法 因為平常很少人去想到司法 去看到司法 也很少人敢去評論司法 然後包括馬英九 他就說我不碰司法 我覺得馬英九遇到這種情況 他要碰耶 制度要碰耶 你搞些什麼呢 你這個怎麼會搞成 老百姓看不懂你法院在幹嘛 你法院怎麼可以搞成 變成說大家去裡面賭運氣呢 去賭命呢 我可不可以先回沈大委員 有關那個法律的概念 論理法則那個 你如果常看大法官 這是最高層次的 一個判決都有不同意見書 可見他的想法就是說 這個法律其實沒有定規 那他就不成科學 法律為什麼叫科學 是方法過程是科學性的 那個結論其實是跟醫學一樣的 他有的時候是個判斷 兩個醫生對於一個同樣的病 該動大手術 還是說他可能有不同醫生不同的做法 你不能說對錯 他就叫判斷 他有一個非常老經驗的人 他可能採取假 有另外一個醫生他就說 也許用這種方法好 這個你沒有辦法先驗證事後證明你對了我錯了 這個純粹跟法學在這一部分是相同的 所以那個論理的意思 我這樣講的意思並不是說法律 因為高等法律不是兩個法官 九個法官都判斷過了嗎 地方法院有周端純有猜手續嗎 我這樣說的理由就是說 大家也不要太驚訝於 有一個法官做這樣的判斷 一個班上同樣學法律的人 同樣九個大法官八個人都同意一個意見 有一個大法官就要寫一份一百頁的不同意見書 他就有特殊的見解嘛 那有的時候你要想說特殊見解是前進的 是人家看不見先知型的 那有的時候他根本就沒有能理解別人 這個都不要大驚小怪 今天我看這個論述 大法官最高等法院這個 其實講的很簡單 沒有說明地方法院是錯 只是說你理由不夠 理由不夠了 沒有直接了當說你的違背論理法則 違背經驗沒有嘛 只是說你不背 不夠 沒關係嘛 拆手續的責任本來就是要詳述嘛 你說要我寫逃亡之餘 那你就仔細論證為什麼那個屏東的搞鬼案 十六個警察圍了邊上 最後還把他壓起來啊 他逃什麼王啊 他那個那個站都已經是人人在那 所以你要論述的清清楚楚明白白 說服人本來就是最後還有一個人沒被說服 那是立馬是 可是我覺得不要因此就覺得說 好像法律是一個不能夠去判斷準據的一個科學 對那個因為這個姚立民兄是法律 德國法律博士對法律還有信心 我根本認為不同的法官就心證都扯了 什麼什麼都扯來扯去 根本就心裡就立場意識形態就決定了 我認為這樣 我很仔細的看一下他那個抗告 國會的那個抗告 我跟你講這簡直是陳水扁請的律師寫的 這樣子啊 這個法官可以去當陳水扁的律師 陳水扁可以解除那個委任的律師 因為他們都不盡責 他們搞半天害陳水扁延壓那麼久 你知道嗎 他連他犯罪嫌疑都在懷疑 就是說 國務紀要會起訴這個四個罪的犯罪嫌疑 他都推論說 你這個國務紀要會等同特資費 你都還沒搞清楚 憑什麼他犯重罪 意思就是說 他四條一啦 貪污自罪條例有四條一 五條二五條三 全部都沒有 他是這樣講 第二個 連這個假軍啊 假軍不是講嗎 陳水扁自己都承認是假的造假 你知道他怎麼講呢 再來 馬永成林德遜陳政惠在講假軍的證詞 是什麼時候講的 什麼狀況底下講的 連這個他也在質疑 再來 這個四個案子 包括龍潭案 李介木跟陳水扁沒有犯譯的聯絡 他也這樣講 你記不記記了 李介木還跑到官邸去 李介木還跑到總統府去 陳水扁還召開會議 叫做沒有犯譯的聯絡 人家李介木已經坦承 還把三千萬都交回去 剛剛姚文教授講的說 什麼搞鬼案十幾個人 我告訴你 逃亡之餘 那個餘啊 他們也舉出來啦 卸任總統啦 他外面有錢啊 可以享受餘生啊 去很奢侈的生活啦 還舉了很多人啊 不是跑掉了嗎 國民黨高官不是 跑了一堆人嗎 他講說 這些人都不能跟陳水扁類比 舉了這些還不夠 不能跟陳水扁類比 串政更離譜 他說愛德蒙的資訊來的時候 到陳水扁被起訴之間 中間拉那麼長 要串早就串過了 不可能被你起訴之後 他還要再串 這是什麼 他的律書 政文農都變不出來啊 就政文農他們在法庭上才能 還能講出所有證據率 公文書都沒有證據率 公關的大政策 還不如這三個法官好 所以我要求啊 高院公部是哪三個啦 這是哪三個法官 這厲害 至少我們一省還知道 是周戰春嘛 完全推翻任何特徵組 跟蔡索遜的這種內容 講到人家陳水扁 都承認賈君是假的 他反問你 馬詠誠 林德遜 陳真惠 在講賈君這個證據的時候 請問他們是在什麼時候做證據 他們寫到這種地步 你還在講什麼科學啦 醫學啦 法學啦 我跟你說 以前我們說有錢判死 沒有錢判死 你判斷哪個法官 向他中樂透 哪有這種事情 一般老百姓怎麼想啊 你現在討論到現在好啦 你就是大水庫 理論現在還搞不清楚 連這麼四個案子全部推翻 連串政也推翻 台灣乾脆引進陪審團自算 不能讓少數一兩個法官 去判人生判人死 你至少有一個陪審團 人多一點 大家會比較 聽聽大家的意見 光這個法官 他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看這個法官講 我剛剛講串政 他說因為蔡守勳也來說 起訴後上有勾剷共犯 這個人之餘嘛 那這個高等法官就頗有意義 你這個人說有餘 他怎麼講 他說原審所指上開事實 紀未經檢察官起訴 原則上法院自不應欲以審理 更不得以此作為認定 抗高人複刻加油件之一句聲明 換句話說 今天蔡守勳指出他有之餘嘛 就怕你們兩個串政對不對 你們兩個放回去的話 馬永成什麼林德遜 陳政會啊 這個高等法官是說 你如果認為有 你就起訴他 你既然沒有起訴他 你怎麼可以用這個來把它 激壓他 哪有這個事情啊 法律上講的是 就是有之餘嘛 並不是說 他有之餘就可以了嘛 他包括那5.7 他認為說 不在這一次起訴範圍 你就不能用5.7來摳他 這個有三個層面的問題啦 然後第一個就是說 在今天看到 看到這份裁定書的時候啊 他不是一般高院對於地院 或者說是被告律師 所提出來的抗告啊 往往會採取這種相怨性的 就是說就是說給予同意 就是在其實高院經常對於 不管是來自於 來自於就是說辯方 或者是說控方的這個就抗告 基本上面都會給你一個機會 所以呢就是說 駁回的機會其實向來都很高 就是說讓地院講清楚一點啊 讓他有個面子 但是這份的裁定書 他不是這種就是說高院傳統的 這種鄉院的裁定書 這份的裁定書裡面 對照於就蔡守遜之前的 就是說這個駁回這個 就是解除羈押的申請 蔡守遜的新證 跟這份高院的新證 是非常清楚的 這兩組法官 蔡守遜的新證認定陳水扁重罪成立 而且不應該解除羈押 而在高院的這份裁定裡面 最可怕的是說 他在裁定書裡面 已經透露了 他對於這個案件當中 實質的部分的新證 幾個重要的新證 他都做出了大膽的判斷 這不是單純程序上面的問題啊 他在所有駁回的理由當中來講 這組法官的新證是非常的強烈的 就他對於陳水扁 在整個論告的過程當中的幾個的真點 他都已經有了既定的立場 你幾乎可以認定就是說 如果陳水扁的案子到了高院 而是在這組法官裡面的話 無罪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他的新證是這麼的清楚 這在裁定書裡面都不是常常見的 當然現在蔡守遜是尷尬的 因為蔡守遜裁定羈押 並不是單純的重罪 而是特徵組的要求 案子已經細數已經到了法院 理論上來講是由蔡守遜自己來決定 但是特徵組一直要求要繼續羈押 所以特徵就是說 蔡守遜在當初開羈押亭也開了非常非常久 那原因就是因為特徵組認為 後續還有案件的需要 但是呢現在就是說律師在抗告的時候 高院並不是去針對 針對就是說特徵組的部分 而是針對蔡守遜的部分 蔡守遜等於夾在特徵組跟高院之間 會有兩面不是人的味道 那律師呢基本上面呢 反正是好像就是說指控蔡守遜 是跟蔡守遜對上的 可是蔡守遜同意的這個裁定羈押 是同意特徵組的這個要求 這之間會使蔡守遜夾在中間的 會有兩面為難的情況 蔡守遜如何去寫出更漂亮的裁定書 我相信蔡守遜他們現在很累了 因為他們的案子現在正在進行當中 哪有時間還要去給你寫寫 那種密密麻麻 符合你高院需要的 加了好幾個庭 已經累了要命了 陳水扁說會累 難道那三個法官不會累嗎 累了要死 然後回去都要看卷宗 要準備開庭的庭訓問題 那個都很累 然後這個時候你高院突然間 出了個這樣的一個大的命題給他 等於要他好好的寫一份報告 幾千字幾萬字的報告 當然很累 而且那個意見還不是 之前特徵組所能夠接受的意見 你看到這份的裁定書裡面 三個的論點 我覺得我可以 我可以帶蔡守遜回答一部分 譬如說重罪的部分 怎麼不叫做重罪呢 所謂的重罪都是以起訴的重罪為準 特徵組在起訴書裡面 要求求以罪重之刑 那還不叫重罪嗎 你怎麼會去質疑蔡守遜說 憑什麼認定他重罪 不是蔡守遜認定他重罪 蔡守遜現在沒有認定他重罪 蔡守遜還在審理過程當中 積壓經常是基於檢察官 檢察官起訴 對這兩個人是求以罪重之刑 後面還追加了無期徒刑 這還不叫做重罪嗎 重罪當然是成立的嘛 逃亡我說實在 我如果是蔡守遜 我就告訴他 連黃芳葉這個證人都逃了 陳水扁不會不會逃嗎 你憑什麼說他不會逃 這種逃亡之餘的魚 你等於是說要法官 或者要檢察官去冒險 我如果認為他不會逃 他如果真的逃怎麼辦 而這麼大的案子 你憑什麼認定他不會逃 他兒子都從台北 已經躲到高雄去了 一到高雄人心惶惶 大家都覺得他可能 在那地方就地利之變 而有逃亡之餘 何況是陳水扁 這種的風險 基本上是認知上面的問題 這是不能夠拿來賭的 再來就是他提到的所謂的 我認為蔡守信其實很簡單的回答 在沒有交叉結問之前的時候 他當然有串政跟騷擾證人的嫌疑 這在之前的時候 大家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就之前裁定羈押了一個重要的理由 除了串政逃亡重罪之外 另外一個在文字裡面 在條文裡面 不在條文裡面 但在文字裡面 特別說明的他騷擾證人 那既然還沒有交叉結問 而你在庭上爭辯的時候 又說這17個證人證實 都可以推翻 因為他們都在特徵組 恐懼羈押的情況之下做成的 好 那就交叉結問嘛 交叉結問完的時候 如果你再提出 就是說這停止羈押的申請 那個時候正當性會比較高一點 我覺得真的可怕的是 高院在這個裁定書裡面 竟然對於案情的實質部分 目前都還在審理準備停的階段 信證已經曝露無遺 昭然若揭 今天向我講得非常好 我大部分都同意了 但是他那一段說 這些法官也許已經有 這個無罪的自由行政 我覺得這個 我就不要講那麼早 因為我們的觀眾會作狂 我覺得這樣的話 就好像今天下午 已經有些節目講到說 這個恐怕恐怕就是暗樁 這個是阿扁的暗樁 在高正法院 我把這個不敢講 不敢講 我接著他的後面講的 是更簡單一點 比如說犯例的連結 或是重大犯罪是認定 這個裁決文說 他不夠明確 但是如果明確的話 就是判決文了 對啦 我認為判啦 就是判決文了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他說這個篡政的部分 我覺得我建議 蔡法官就是 拒這個扁家保來 這三個人就好了 就為了各種不同的定義 有人選擇性認罪 有人不分認罪 有人完全不認罪 那如果阿扁回家的話 你想這三個人的拱詞 會跟現在一樣不一樣嗎 他們三個人所思公共的 現在是來一間都一樣的 每天都在一起 對 還有我覺得最關鍵 是這個魚制 因為這個魚制的解讀 空間很大 這個重量 這個亮度 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 如果照高正法院的講法 等到你這個魚 可以讓它說服的時候 這個人要嘛 就是已經在從事逃亡 要被逮到 或是已經在買船了 或者是怎樣 已經變成事實了 才是魚 但是那個時候已經來不及了嘛 對 你光想那個 紀錄前陣子說 黃芳燕跟陳政會講 你什麼都說不知道就好了 這就是某種程度的篡證嘛 當然 這些人 你告訴我 我告訴你彼此會有影響 陳大哥我們休息一下再會